大家好,我是小斑 不知不觉在兰州已经待了5天了 这期视频主要是想给大家分享几点建议 希望对第一次来兰州旅游的朋友有所帮助 虽然兰州的城市规模比较小 市区的景点也不算太多 但是兰州值得逛的地方还是有不少的 所以,首先建议来兰州旅游 尽量安排3天以上的时间会比较好 兰州地处大西北 西北地区的气候特征比较明显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昼夜温差真的是比较大 建议大家如果这个季节来兰州旅游的话 一定要戴好外套 兰州是中国唯一一个黄河穿撑而过的省会城市 所以很多朋友来兰州旅游都会体验黄河上的旅游项目 比如快艇或者羊皮筏子 但是这两个项目都不便宜,性价比不高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体验一下兰州的水上公交 船票才3块钱运行15分钟 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船的外形也很漂亮 住在船内的视野也非常好 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运营时间啊 这个水上公交的运营时间是 在早上7点20到9点 以及下午17点20到19点 其他的时间都是没有船的 另外这个水上公交受到黄河水位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水位太低的话有可能就会停运的 兰州的地标冲山桥一定得走一走 对面就是白塔山公园 鹰山头有一座白塔寺而得名 这是兰州最有冷气的一个公园 登上白塔山可以俯瞰整个兰州城 爬山的话建议早上早点去 这样不会太热 山并不算太高 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 腿脚不方便的朋友也可以乘坐黄河索道上去 还能顺便看一下下面奔腾的黄河水呢 甘肃省博物馆也是很多来兰州旅游的朋友都会去的地方 因为这里有一尊国宝 马塔飞燕 这是中国旅游标志的原型文物 非常值得一看 这个博物馆对参观的人数好像没有太大的限制 一般到现场都能预约到当天的门票 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提前一天在网上预约的 逛完博物馆还可以去对面的兰州中心逛逛 这里是兰州目前最大的一座购物中心 另外来兰州旅游吃大鱼丸 因为兰州的美食真的非常多 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当地的牛肉面了 几乎每条街上都有 兰州的牛肉面精髓是汤底 用牛肉和牛果熬出来的 由于这个汤放置的时间如果太长的话就不鲜了 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上午去吃牛肉面 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点完餐后一定要把小票交给厨房的师傅 千万别傻傻地坐在那里等 没人给你送餐的 另外喜欢牛肉的朋友需要另外点 因为牛肉面里的牛肉只有一点点 要吃更多的美食 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夜市了 兰州最有名的夜市有两个 一个是镇宁路夜市 另一个就是南关夜市 问了很多当地人 大多数人更推荐南关夜市 夜市上的小吃真的非常多 全国各地的都有 不过还是以西北小吃为主 喜欢吃羊杂的朋友 这里有好多摊位可以选择 和朋友一起来的话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缸子串串 牛奶鸡蛋闹灶是南州的特色 大家一定要尝一下味道特别好 最后回去的时候买上一杯古法饮品 很好喝 总之来南州旅游有很多值得逛的地方 黄河母亲树像可以去打个卡 黄河楼也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这个水车博览员也非常值得一逛 里面有很多超大型的水车 有些还可以亲自体验呢 行 差不多就这些了 希望以上的建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 明天就要开始张叶之行了 对张叶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接下来的几期视频哦 我是小帆 咱们张叶见 关注小帆旅行机 收藏乐门打卡地